好 那我們就換一波 好 謝謝大家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我們怎麼樣用科技然後來保護我們的資料權 那從那個Session的議程上面看 他的topic是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子用HUI以及相關的隱私計算的技術 然後會介紹這內容 那為什麼topic稍微換了一下 但內容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只是因為原本topic它比較off-style 完全是技術 就是講說AI然後跟隱私保護的計算技術 那可是在講工具 因為他們只是工具 所以在講工具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說 那這些工具到底我們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以及現在這些問題的states是什麼 那我再進來講這些工具的內容這樣 那所以他主要大概會涉及兩個議題 第一個是最少收集 那以及資料的完整性 那我自己的話呢就是 我其實是一直都是open source的愛好者這樣子 所以就最早之前是 我忘記聽過哪一個前輩說 然後他就說就是 如果就是平生不是這邊 然後變稱駭客也往來 然後所以那句話就一直在我心中 就是有很深的影響 那所以後來就是我就加入了Canico 那在那邊擔任了就是Penki大概做了一段時間 那那時候的內容就是 協助把無光圖 然後reload到各式各樣的議題上面 然後宣評到全世界 那讓無光圖的系統可以在全世界去推廣這樣 那後來在那邊那認識了一些不錯的朋友 那後來我們就決定就說 欸那HUI這件事情好像有點有趣 因為他是一個可以就是可以做 在H段就做資料分析 而且還可以包入的意思 那這時候我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題目 所以後來我就跟我的朋友 我們就一起做了一間SARC 那我們就叫那一間SARC 那基本上是完全在做HUI跟資料分析的一個公司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你就發現 因為其實AI是一個非常data driven的基礎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沒有data的話 其實你那個就是你有設計好再強的model 的那個架構其實你也做不出真正好model 因為你沒有data 那問題就是說可是data 現在其實它的現況就是 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 然後大家都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 去嘗試收集大家的資料 就是這不是一件很道德的事情 所以後來我們就在想說 那我們就必須要先解決更原則的問題 就是關於沒能力的資料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每個人資料可以比較好被使用 但是又不侵犯大家的意思 所以後來我們又陳列另外一個 叫做Numbers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同時在做 第一回覆跟Numbers這兩間公司的部分這樣子 對那所以今天的agenda大概就是會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問題 那以及身為software developer 就是身為技術人員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去approach這樣的progress 那最後還有一些小分享 那首先我們面對的問題就是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其實我們每個人就是一個很強的data generator 因為我們每天有很多的action 比方說我們如果有帶一些wearable device 我們不管是IoT device 我們可能就算是走路 我們都在不斷的產生資料 那以及現在眾多社群的突破 那我們也不斷在上面去散佈一些 我們自己的想法跟可能互動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超強的data generator 然後再加上又有bobo 就是一個超強的sense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超級低多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 那眾多資料帶來了什麼影響 就是其實這些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personal data 然後去分析出你的想法 以及你的感受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powerful 因為像比方說這一張圖 它是instagram 然後它的post 從2015到2017年底的post的數量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它有幾個peak會發生 那這些peak發生的時候 都是什麼 它其實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政治議題 發生的時候 然後你會發現 在那個instagram上面 它那個post的數量就會順情上升 所以尤其是甚至到後面 你發現那個17年的後半段 有一個很大的 那那邊是什麼事情 就是川普的通俄 那它那個時候就是 其實後來就有去分析 就說發現那一陣子出現的那些post 很多要嘛就是從Russia來的IP 那不然就是內容可能是惡的 那這個imprise什麼呢 就是說其實這樣的結果 讓我很難不去聯想說 其實我們看到的資料 就是它其實是某種程度被mativement過 就是說我們每天看到的資訊 到底是來自很多公正的data source 然後是一些公正的資訊 我們每天都看著這些東西在成長的 還是這些資訊其實都是有心等的操作 就是它可能有一些目的性 然後去做了一些調整想讓我們看 它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它想讓我們看到的 而不是我們應該要看到的東西 那這個問題很大 可是它其實原則很簡單 它的原則大概就是兩個 就是今天如果是一個有心人 他想要對你做一些操弄的話 他一定要先很大量的收集你的資料 盡可能無所不用其心的收集 那再來就是他就會去做一些分析之後 對你做providing之後 那他就想要啟動一些可能是假照 或是他想推電資訊 所以基本上大概不外乎就是這兩個方向 所以那面對這兩個問題的話 那我們可以做的方式 對於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可以讓最小化收集 它有點像是我們寫的 就是你在LINX系統上面執行 我們在執行一個程式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都會只開它需要的全線的 就minimal requirement 我們只要meet它minimal requirement就好 所以對於我們使用data service也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只要提供給那個service pay 足以運作需求的程度就行了 不要給你很多多data 那第二個對於第二個部分 那就是資料的完整性就是說 像我現在其實每天也都會有一些假消息啊 假新聞被這種事情混 所以如果說第一個是我們可以確認這個資料的完整性 就是它沒有被modified 然後以及我們可以進入去training這些東西的sources 那 somehow就可以解決電路的問題 對那身為developer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approach這兩個方向 那所以第一個方式就是 就是privacy preserving communication 就是保護隱私的計算 那這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今天這個計算 我主要會比較基於AI的部分去講這個計算 然後而且特別是跟lip真的有關的 那所以先給大家一個overview 就是說 所以這裡面的 列出來的都是會講到的技術內容 那首先第一個是HAI 那HAI就是 它可以 我們可以用一個local端的device 然後裡面有AI的計算的engine 所以說 我今天如果有一個image 我想判斷說你沒有什麼 那我就會到那個Hdevice 看得到這個結果 我就不用把那個資料上傳到你端去 那這是做我們所謂叫做inference 就是你的運算是發生戰鬥中端 那可是那 再來就是說 OK那如果你解決這件事情之後 那你那個AI的model 你還是要從很多的資料去training 那你這些model 那所以第二個目的就是聯邦式學習 就是說 那我今天怎麼樣子 比方說 我想要用在場的各位的資料 來chain個mahel 可是我又不讓你們把資料給我 那我要怎麼完成這件事情 那這是聯邦式學習想要做的事情 那再來第三個跟第四個呢 就是同派加密跟安全奪方計算 他們其實是對於聯邦式學習的補強 就是待會我會介紹說 雖然說聯邦式學習可以完成我想要的事情 就是說我不touch到大家的資料 可是我可以change個mahel 但是在那個過程中其實還是會有一些缺陷 那後面這兩個技術就是在 對聯邦式學習做一個補強 OK 那首先HAI的話 這是一個其實目前還算成熟的技術 就是我們那時候開始做的大概是2016年初 那再加上因為2018年底到2019年 其實AI的硬體都變得蠻成熟的 所以這個技術現在就是被大量的應用在一些商業的範圍裡面 那像上面這兩個case就是說 左邊我有張圖 那我如果未清一個有AI的 有Edge AI運算得力的硬體的話 那比方說我可以去偵測這個圖裡面的人的行為 那或者是做一些物件的偵測 那大概成熟到什麼程度呢 就像比方說我只用一個Risput iPhone 那我就可以在這個圖裡面去做人的行為的分析 那這其實是一個蠻複雜的運算 但是現在我只要Risput iPhone就可以做到這一次 那或者甚至你可以用更小的device 那像另外一位台灣的社群朋友就是Neil 那他的project MicroTensor就可以做到就是 就可以做Object Detection 也就是說 那這樣子對於我們的隱私保護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一般來說如果你沒有Edge AI 那你是不是要把整張圖傳到Clouch 然後你的AI是在Cloud運算 然後算出這個 如果你要做行為就算出這個人在領導 或者說這裡沒有集合 那這個才是你真正想要提供給那個Service的Metadata 可是當你把整張圖傳給Cloud的時候 你要什麼inture說 他不會用你的Raw Data去做更多的分析 可是如果有HDI 那我只需要把增測出來的Calling這個level 那或者是我幾個人的這個結圖傳到Clouch去的話 那他可能是一個retail的情境 比方說他只是想要知道 我現在這個賣場這個Synergy前面 有多少人在前面看 所以我不用給你整張圖傳 我只要給你說我現在前面有幾個人 然後這些人在整個位置就好 那這是第一層 說第一層的過濾的話 就可以保護我們的隱私這樣 那像比方說 像這是我自己的project Berrynate 那Berrynate其實想做的事情就是 我有一個AIoT的network 那這個network裡面呢 我有一個或N個可以做Edge AI計算的幾點 那這時候我可能會有N個inputsource進來 那他們就把這些data分別就是位到一個或N個這些計算的東西 那算完之後 他們就會把這些metadata的結果 然後發送給感興趣的output的東西 那這是這個project一開始的初衷 就是說希望透過一個AoT的network 然後讓任意的data source都可以join 然後以及就是可以用的計算群 計算完之後 然後就把Data的結果送出去這樣子 然後可以發現這個 而且這個領域左邊的話是 預計AoT device的成長 我會發現他在2015年的時候 就是會到一個pick 然後以及他的market size 在2023的時候也會就這樣 就是說這其實是一個有前景跟成熟的市場 所以這是我們可以預期他在未來10年 會是一個對我們隱私保護計算很重要的工具 那第二個就是剛才提到的聯邦式學期 那聯邦式學期其實他最早的時候熱門 是因為Google發了一點點 然後提出來就是這個想法 那其實他就是那個 如果大家有用Google輸入法的話 那他裡面其實就是用了這樣的技術 就是說他一開始019的model 然後deploy到你的15把裡面去 那我以為每個人就會一直打字 一直打字 然後其實我們就是在fetch團 在chain你那個Lata 那最後再一起把大家的model 然後收集回Google的中心 然後他就做一次整理 那他就會得到一個新的model 然後再把這個model deploy回去大家的手機 然後他就透過這樣的反覆 那他的那個model就獲得提升 那所以這邊簡單來介紹一下的概念 大家覺得像 比如說我現在有個AINC 那我有一個影音秀的model 那我要怎麼樣子 用ABC三個人的data 然後來幫我chain這個model 可是我卻不touch到他們的data 所以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就把model塞給A 然後他就用他的local data做全力 然後chain完之後還給我 那ease maybe可以B跟C 那最後得到一個就是 最後model 那maybe再deploy回去 那當然這是比較 就是high-level概念性的介紹 他其實對於 那回去那幾個model 你要怎麼去everyday 那當然他還有一些技術細節 但是因為如果大家 對戲劇有興趣的話 因為比較好 就是其實一搜尋的話 都可以找到很多的detail這樣子 OK 那再來就是 那這樣子的方式他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就是因為你會發現 你必須要把那個data deploy到對方的身上 也就是說他會拿到你的roar model 那這時候有兩個concent 第一個是真正懂的人 他有可能可以從這個roar model裡面 去萃取出一些敏感的資訊 那這是第一個concent 那第二個concent是 如果你是一個business的公司的話 你可能也不會想要 讓user可以直接touch到roar model 因為那東西可能是你公司的資產 那對方拿去之後 他自己就可以用了 就是可能會有這樣子的抗證 所以我們就跑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把這個model先做一個encryption之後 然後再到end user的手上 那end user就變成monchain 他其實在chain一個被加密的model 然後最後再回到我手上的時候 再把它解開 那這件事情上技術上可不可行 就是它是可行的 那這個同態加密其實就是 其中一種解決這個問題的一種方式 那它有點像是說 如果有一個類比的話 就是說今天你有一些金條 然後你想要把它打成金鏈 可是你委託了一個功能做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金條很貴 它完全有足夠的動機去偷裡面的金條 所以你想要避免這件事情發生 那你就把它放進一個黑盒子裡面 然後把它鎖住 然後這個黑盒子的兩端 它就會有一個手套 然後你手可以伸進去 所以它就可以有點像是 這樣一個盒子 它就手伸進去 然後在裡面捏捏捏捏 然後就開始去做那個金鏈 那所以它就可以去做出那個金鏈 而沒有touch到真正的金條這樣 那當然 但可想有之嘛 因為你看不到 所以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是你的精準度會比較差 然後你要花的時間會比較長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理論上可行 可是實務上就是還有一些計算困難的一個技術這樣 那像比方說看左邊那邊就是 好假設說我有兩個Rodata一個Cyber 那我經過一個同態加密之後 會得到CyberA跟CyberB 那這時候 我是可以對這個Cyber去做一些基本的預算 比方說加減成縮 那這時候 所以比方說我可以做 對CyberA成兩倍 然後或者是把A跟B加起來 那最後再把它擠開 我可以得到最後這個結果 那可以支援這個 就是簡單的運算的重點在哪裡 就是說因為我們其實可以知道 如果你做一個很深度學習的運算 你的Model的運算其實還蠻簡單的 你不外乎就是做加減成縮 那加法跟減法其實是就是符號 那乘法可以拆成加法 那另外比較麻煩難處理的是 因為你Model裡面可能會有些Function 可是這些Function其實我們可以透過泰勒展開 就是像右邊這邊 然後你可以變成一個一個單項 那單項的次方數其實就可以拆成縮方 那省法就拆我家吧 就是所以其實它在滿足 就是深度學習的運算的那個operator當中 其實完全被support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同泰加密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回到剛才說 因為它的計算量的關係 所以就發展出了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安全多方計算 那安全多方計算是什麼呢 它就是你先假設說 你現在手上有兩個數字 然後跟五個書筒 然後你想要做的事情是 你想要算這兩個數字的狀況 所以你想要請這五個書筒幫你算 可是你又不希望這五個書筒知道 你請他算那兩個數字是什麼 就是這五個書筒他們要合起來 然後盲算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比方說我今天有一個五跟一個三 這兩個數字 那首先我先把它拆成就是一個list 那這個list裡面的值的總格 就會是你原本的data 所以比方說A我就拆成五個碎片 B我也拆成五個碎片 那這時候呢我就分別把A1 B1的碎片 塞給書筒1 然後A2 B2塞給書筒2 然後依此類推 那每個書筒就會做他的計算 的加法運算 然後算完之後呢 他們就會有 每個人會得到的結果 那我就把他的結果收回來 然後做一次總格 我就會得到最後的結果 所以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群書筒就可以再 不touch到 不知道你弄data的情況 然後協助你完成計算 那同樣也是基於剛才的原理 就是他滿足了基本的operator 所以這件事情要用在 Deep Learning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那上面這些計算的方式 看就聽起來好像還不錯 但是他需要小心的地方是 他要用在適合的場合 那什麼樣叫做適合的場合呢 就是說今天你 因為你在做計算有兩個角色嘛 一個是data的owner 然後一個是data的computer 那他們彼此之間的信賴關係的程度是多少 就是他們如果很相信對方的話 然後對方也都是可信的 那其實我們並不需要用這麼複雜的方式 因為從左邊的table我們可以發現 左邊table的下四個數字 最下面是你用就是不用這些隱私的方式 然後去做training的時間 那以及左邊我們看第二個好了 那就是你用標準的一個聯邦式學習 加上安全多方計算 那你會發現你的時間多了70倍 就是說其實這個事情不是免費的 就是說他雖然看起來還很好 可是他現階段技術上 因為他真的多了太多的運算 所以他需要比較多的時間 那另外有一個我沒有提到的技術 他叫做differential privacy 那如果你再把這個東西再加進去的話 你的position事實上會掉一些 那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剛才有說 你那個model裡面的function 我已經用了一次tile展開 那tile展開它因為它已經是近似了 所以你的準確度就已經犧牲一點了 那所以也就是說這整個事情 完全都是就是一個trade 你要越安全 那以目前的現有的技術來說 你必須要付出的就是運算的時間 然後以及一些PC券的犧牲 所以他其實是要 算是要提升免服的狀態這樣子 那剛才提到的三個技術 就是聯邦式學習 然後統派加密 以及安全多方計算 那這其實都是不同領域的東西 但是這幾個領域 那我們可以發現 如果我們把這幾個領域的工具 組合起來的話 那它可以達成一個很隱私的AI的圈領 那目前有兩個project很focus在這件事情 那第一個就是OpenMind 那它是由Edge Trask所領導的project 那它目前主要實作的Frontwork 是Pycoach 那右邊這邊的話 這個TFE Crypt 那它是Face on TensorFlow 那它是由一個叫做Dropout Labs team 那這兩個team其實他們的合作還蠻精密的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我還蠻推薦去逛一下這兩個project 因為像剛才我提到的內容 其實因為這兩個project其實都是算比較research性質的 所以他們的project裡面都有大量的參考資料可以讀 所以如果說像剛才那幾個project 我並沒有講detail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detail有興趣的話 其實他們裡面都有非常好的reference可以看這樣子 OK 那第一個那個隱私計算部分大概就介紹了 那第二個就是資料的完整性 就提到說那今天我們要怎麼樣去insure說 我們看到 首先我們要先insure說 一個data source 那個data的源頭 它是完整沒有被串感過的 然後以及它如果今天被share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去transplant 就是那它那個源頭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會介紹下面這幾個pubing 那首先那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呢 就是我們知道香港的朋友們就是現在在發生一些 不是很好的事情 那所以像這樣子一張圖 即使它沒有被串感 就同樣一張圖喔 可是不同的媒體 它卻用了不同的角度去詮釋它 有人說是不是警察做人 但是也有另外的媒體說 沒有這是他們自己的同伴做人 就是同樣而且那個圖就一模一樣 同一張cash code都一樣 可是他們有完全不同的其實 那我到底應該要相信什麼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們在這張圖裡面 如果我們可以領到更多的資料 像比方說這張圖它拍攝的時間 拍攝的地理 然後以及是不是有其他的輔助的圖 等等之類的 只要我們有更多的資訊 那我們就可以有更好的判斷 那到底哪一方說的說字是比較接近真實的 所以我們想做的事情就是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有個方法 對於這個data除了roll image本身之外 我們是不是能夠提供更多的metadata 然後來輔助證明這個資料的正確性 所以第一個project 第一個tool是叫做proof mode 那它是一個Guardian的project 那它做的事情就是 它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拍了一張照 然後你傳給proof mode這個程式 它會自動的幫你去收集 這個手機上面的其他的資訊 主要有三類 然後這個東西它就叫做一個數位證明 那接下來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roll image 跟這些數位證明然後去做簽章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可信的 基本上可信的資料收視 那那個資料證明裡面包含什麼 它包含你的roll data本身的hashport 然後一些tyset 那以及你系統上面的資訊 比方說你的IP啊 然後你連接到我的記憶檯的資訊 然後你用什麼樣的類型的nevork等等 那以及最後是你的硬體資訊 你的vendor你的ID等等等等 它也是把你收集完 然後產生出一個csd檔 那它就變成一個digital proof 最後跟你的roll data一起 就是signature 那從你的這個你自己的資料點 產生資料被證明integrity之後 那你要分享出去嗎 那這是一個叫做textile的project 那它是一個IPFS-based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想成有點像是 分散式的google drive 那IPFS它是一個分散式的資料儲存 可是它它就只是儲存而已 所以textile這個project 是幫你加上的account跟management概念 就是說那你就變成 你有account你有權限 然後你的資料上傳之後 它擺d會不會加入這樣子 那最後呢你就會 你就可以透過groundchain 那你就可以去 比方說那今天你把你的資料 提供給一些可信的media 比方說我提供給neurotimes 我提供給lade 我提供給bpc 那他們都認證的時候 它就有點像是 就像小農的產品的概念 它就幫你認證 就說你這個忘記是ok的 那它就幫你上鏈 那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去追蹤回去說 那你看到那個資料 究竟是不是可信 對 那就是一個流程 就是說你的手機 然後產生groove 那上了一個decentralized solution 然後最後再做一個 再有可信的一些媒體 幫你做一個簽章 那基本上它就可以完成你的價格應用 對 那所以最後就是 當我們在研究隱私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其實 它是一個data write的議題 就像我們那時候在做我們的題目一樣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想做一個HDI 但最後卻發現 其實它是一個 就是你資料搜尋的問題 那也許就是在比較可能的未來 就像我們每個人的data 其實大家並不怕把data share出來 就是右邊 只要你share的前提是 你知道你share的對象 它會以它保證的那個情勢 就是合法的使用你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人是願意把資料搜尋出去 那這只是一個就是說 我們提的一個伙伙手就是說 所以maybe是不是有可能 其實我們的資料 就是上了一個分散式的中心之後 那data consumer不見得都是壞人 他可能會來 然後他也想做法 用你的資料嘛 只是他現在沒有好的方法 所以他是不是有機會可以來 然後透過blockchain的spot contract 那做一個媒合之後 然後經過你的同意 那這個資料就會被放到一個分散式 然後由隱私保護的計算 然後計算完之後 metadata就會回到data consumer那邊 然後你也可以回到相對應的報酬 就是這是我們覺得 可能是一個可行的 model 對 那這是最後是一個 我們自己open source的一個小的 Chrome跟savari的extension 那他做的事情很簡單 他就只是去記錄你每天搜尋的keyword 然後會keep在browser裡 你也可以存成csd 那他會看起來有點creepy的原因 是因為你不管搜尋什麼 都會被他記錄下來 那這件事情第一是什麼 那他只是希望對大家有個awareness 你每天也許去看一看 你自己的搜尋紀錄什麼 也許你也會有點驚訝 然後原來我搜尋這些東西 那更可怕的是 其實你每天把這些東西送給很多 那只是想要讓大家去記錄一下說 你每天把什麼都送給我 對 那我送給你吧 謝謝 誒那個 剛好還剩餐門搜尋 所以有人有問題嗎 誒不好意思 剛剛聽完你覺得很精彩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就是我們藉由AI來去做簽章 那有些媒體是我們認為 它是可以期待的媒體這樣 那萬一這些媒體其實不是呢 我們以為是值得期待 那它實際上是很值得期待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藉由AI的 哪些的東西可以去處理這方面的議題 謝謝 OK 那這個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說 今天我提供一個 比方說我已經用Pootmall 提供一個 數位的見識 證明出來 那今天有可能 BBC覺得 沒問題 然後 oh sorry 可能CNN覺得沒問題 但是BBC覺得有問題 然後最後發現 誒好 那真的 真的是有人錯 那怎麼辦 就是其實這件事情現在並沒有很好的基礎 它能做的事情就是讓它盡量的透明 那比方說我們就可以Trackback 那發現 那你當初是驗證的 那我們就透過盡量的把一切東西攤開透明 然後可以Track 那盡量的用群體的力量 然後嘗試來進行這個問題 那當然還有一些像 比如說Dipback 這種東西我們當然是有機會去用AI的基礎版 趕快去偵測說 你今天這個受死是否被傳染過 但是這些技術就是 它現在其實都在發展過 然後大家也都還在找 怎麼樣的方式是比較好可以通出一個 引力鬼的食物選 所以 應該說 我覺得食物選都有 那大家現在其實還在找什麼最好的方式 好 那我們時間到了 謝謝BBC 謝謝